信息安全隐患 如果您的手机收到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短信 你可能随手就删掉了 但是如果这条短信当中出现了你或者是你的朋友的名字 出于好奇 你可能也会把它点开 但是呢 就是这一点开您的银行卡 不管是否开通了网银 都有可能不再是您的了 下面我们就来起底六大电信诈骗术 今天为您解码 手机木马病毒 安徽宣城市民孙先生 接到了这样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短信 对方直呼他的全名 内容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你注意一下这个 又在最后的是他的朋友的名字 孙某出于好奇点击了链接 结果不到半个小时 孙先生接连收到短信通知 他的银行卡陆续产生了七条消费记录 合计2400多元 这时孙先生才意识到自己中招了 很多手机用户都收到过类似的诈骗短信 记者经过梳理后发现 此类短信最常见的有 这样流打泪 这是上次聚会的照片 好珍贵的流影 你快看看吧 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实在让人不能原谅 这是您于某月某日某地交通违法记录 请查看 家长您好 这是本学期学校总结学生各项表现资料 请查收 有人悄悄关注了你 点击了解 这是你的丈夫妻子在外面开房的记录 有图为证 这类诈骗剧本往往紧跟社会热点变化噱头 但不变的是短信中的短链接 它是此类骗局的关键招 链接里藏有木马病毒 受害人孙先生的手机就是中了这样的木马病毒 接到孙先生的报案后 宣称警方经过几个月的侦查 在广西冰阳等地抓获了秦某等六名犯罪嫌疑人 案件涉及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三千多名受害人 案例有很多 那么利用这个手机木马病毒骗子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实施骗术的呢 记者对此展开调查了 根据腾讯移动安全实验室的研究数据 在2015年平均每天就有将近7万用户手机感染支付病毒 2016年第一季度 手机支付病毒感染用户持续增长 达到了780.2万人次 那些木马病毒是从哪里来的 木马病毒是从网上购买的 购买木马病毒之后 骗子通过租用伪基站群发代读短信 这是木马病毒的第一波扩散 一旦有人打开病毒链接 骗子就会获得受害人手机中的通讯录 以受害人的名义 发送给通讯录中的熟人 这是病毒的第二波扩散 也更容易让收信人上当 比如说张三或者跟李氏 他们两个人认识 我们就说冒充 后面加上张三这个名字 然后发给李氏 李氏跟张三认识 他肯定会点击进去看 冒充熟人骗熟人 从第二波扩散之后 木马病毒就会成几何级扩散 每一个点开链接的人 手机就不再只属于自己了 收害人点击了这个链接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呢 点开链接 然后有一个安装包 然后收害人如果安装那个病毒 木马那个安装包的话 他的手机就会中病毒 然后我们那边绑定的那个手机号 就会在他这边收到他的任何一条信息 然后他手机里面的发出去过的信息 就是历史短信记录 历史短信记录全部都知道了 中了木马病毒 受害人的手机短信就被骗子同步拦截获取 骗子会对手机里的短信内容进行筛选 目的是从中获取受害人的银行卡账号和身份证号码 我们就看他的短信内容嘛 比如说他跟人家交易过的历史短信 里面有他的账号 那个银行卡账号 我们就可以拿他的银行卡账号 拿到那个某些平台 叫人家帮忙把钱洗出来 除了银行卡号还需要什么呢 他办了那张银行卡的 在银行预留的一个电话号码 还有他的身份证 就要这三个 那如果比如说这个人 他的短信记录里 正好有银行账号 但是没有身份证号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有这个渠道 有人有QQ号 我们联系人家QQ号 有银行内部人员帮我们查的 就是查一个 就是你通过卡号能找到他的身份证号 是的 或者通过身份证号 能找到他的卡号 能把这些信息匹配起来 是吗 是的 还有他那个银行那个预留号码 预留电话号码 也可以查得出来 请那个银行内部的人员查的